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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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做梁敏道 好說 Far GE 其實我們這個小數人讀書會 以前用過其他存在 levels 但沒甚麼例子 大致的概念和意思都是一樣 來到今年已經是第五年了 每一年我們都會有五場的在香港書展裡面 緣起就是因為香港書展有很多大型的講座活動 動了幾百人甚至過千人 很熱鬧的 大家知道香港書展已經成為入場的人次 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個書展 不知道今年還會否維持這個數字 去年已經去到九十幾晚 如果就算不計算遊客 只是計算香港人 這裡可能每八個香港人 就可能有一個來過書展 就是每一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想做一些活動 讓少數有興趣的朋友聚聚一下 大家一起去討論一下 對一本書的看法、心得 以及因為一本書引發起一些討論 這就是少數人讀書會的緣起 叫做少數人 並不是因為這些少數人 我們說是很精選的 很精選的一班精英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真的給少數人 什麼叫做少數人呢 因為其實我們的要求已經注定了 因為每一年我們都會請五個人來 因為怕不夠人 我每年都濫於充數 自己都來 就是會選一本書 所以要求所有參加者 要先看一本書 然後才坐下 然後坐下 大家一起談 關於這本書的看法 對於他的印象 或者是身發起來的感想 這個位置叫做讀書會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演講 他並不是一個人 坐在同一班 沒看過這本書的人 去介紹這本書講些什麼 或者是自己身發一些討論 演講 不是這樣的 他真的是一個讀書會 這就是他的原意 所以我們每年的參加者 我們都限定 不能夠超過三十天 不過當然 可能某法局的朋友 工作人員 可能他們覺得 無謂讓大家一場來到 又有一位的話 何必趕人走呢 其實我以前 每一年都趕了很多人 我每一年都趕了 有時候趕了十個人 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趕就趕了 但是 今年我絕大部分人在 那我就算了 那你們坐在後面 其他沒看過這本書的人 希望大家了解這件事 有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情況是怎樣 OK 那為什麼會 今年 我先講一下今年 因為每一年的題目 都是我想的 那今年的主題 就很龐大 叫做世界 是一個很誇張的題目 那個誇張的程度 就是有點像 每一年香港書戰的主題 那句口號 那句Moto 從我來看都是很誇張的 都是很大的 都是很大的 那今年也是 不過我不是太記得 今年的題目是什麼 那當初 那個世界是因為 他們經常有一個想法 是說 要向世界 認識世界 閱讀去幫我們理解世界 我今年另一個題目 任由我們五個讀書會的主持人 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法 選一本書 去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他所理解 對這個概念 世界 這個概念 有什麼理解 我自己比較 字面上去講 世界 就是現在我們所講的 譬如我們 平時我們所講的 全世界 這個世界是什麼 就是所謂認識世界 通常我們說認識世界 閱讀和旅行 是有一個相應的關係 就是大家知道 中國人一向都很喜歡說 就是 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 那樣 所以呢 它是不是真的不如呢 我們可以再討論 但是 讀書和行萬里路 似乎在某個意義上 是平衡的 或者最後 他們達致的目標 是一樣的 那個目標 就是指向 所謂認識世界 那什麼叫做 認識世界呢 那我就 從旅行和讀書 這件事 兩個平衡的地方 謝謝 我不是很會聽廣東話 OK 有朋友提出 就是可不可以先問一下 多少人懂得聽粵語 多少人懂得聽普通話 然後再決定用粵語 還是用普通話 理論上 我們這個讀書會 是全部用粵語的 我現在先問一次 我剛才說過 我優先照顧 所有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今天是在場 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是不懂廣東話的 我會再問一次 有沒有 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有沒有人不懂廣東話 OK 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有聽不懂廣東話的嗎 也就是說 所有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都是懂廣東話的 在瓦 所有在台國立文序的朋友 都來懂廣東話 OK 我 如果大家在台門 如果剛才朋友 聽不懂我 我用粵語說什麼 我用普通話 簡單地說一遍 簡單地講 就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這個讀書會 叫少數人讀書會 指的意思並不是 少數的精英才能參加的讀書會 它指的意思是 在香港書展這麼多的人流之中 如果你有興趣認真地讀一本書 而且是同一本書 為了這同一本書而來 那這組人恐怕不會太多 所以我們每一年 五場的少數人讀書會 都是一個主持人 帶領 不超過三十位讀者 那麼一起來討論 和分享他們所共同讀過的這本書 那麼 所以我們的前提其實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這不是一個演講 它不是 大部分時間 它需要參與者的投入跟討論 所以前提一定是要先讀過這本書 我往年做這個讀書會的時候 所以我一定會先問 有沒有人 沒讀過這本書 沒讀過這本書的朋友呢 很抱歉 我以前都會請他們離場 往往剩下十來個人 那就等下今年了 是 是這樣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參加這本書 我們第一次參加這本書 其實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要先讀過這本書 是嗎 咦?我們之前有沒有寫過的 是很遠的地方過來的 其實登記的時間 真的沒有講過 是啊 真的 網頁上也沒有看過 哦 是啊 我覺得是登記制度 所以 你這個 我剛才提出 其實以前我給你問一個問題 我都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讀過才來 我覺得你是合理的 所以 我剛才這樣 是 OK 明白 不要緊 我接下來再解釋 雖然 這是我們的原意 那麼 我知道 往年每一年都讓很多讀者 很不高興 被我趕走 那今年 但是我發現 其實剛才二位講的 那個 在那一輪 我告訴我陳鋒 我都打擊了 第五個 第二位講的 我也打擊了 我今年問過 之前幾位的參加者 就是帶領讀書會的朋友們 他們說 原來是登記的時候 沒有講清楚 但是我寫介紹的時候 我是寫得很清楚的 那但是可能是因為 整個 貿易發展局 負責的朋友們 中間可能有些 大家溝通上 接不上的地方 那所以使得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規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今年我就不感人了 那麼 大家可以留下來 但是我比較希望 就是能不能夠讓 有這本書在手的朋友 讀過這本書在手的朋友 就 坐在中間附近 那這樣子我們方便討論 就是這樣的要求 OK 那所以變得呢 就是我們 首先要照顧的 很抱歉 還真的是 讀過這本書的人 那因為我們 我不記得我們應該是 下面的這個 讀書會的要求下面 是寫的是用粵語的 是不是好像是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忘了 沒有 OK 那這樣子吧 我等一下 如果各位真的聽不懂粵語的時候 我簡單的就可能雙語並用 一下 那麼但是 各位可以說粵語 普通話 英語都可以 無所謂 但我跟大家就用 主要是粵語 但是服以普通話 好不好 OK 然後回到這本書 那為什麼會選這本書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作者 馬國明 馬國明 馬國明先生 是 香港一個很重要的 書店的老闆 這個書店 叫做 柱光書店 以前在灣仔的莊士敦道 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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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書店 其實是兩間書店的其中一部分 那兩間書店是黏在一起的 一間就是青文 一間就是柱光 馬國明就是柱光的老闆 其實兩間書店 share 同一個space 都很小的 但是香港典型以前的二樓書店 而這個二樓書店裏面 可以分賣中文書和英文書 中文書的部分就是青文書店 英文書的部分就是柱光書店 英文書的部分 賣的多數是一些學術著作 特別是一些政治的立場 左傾的學術著作 就很反映出 這個書店老闆 馬國明的編號和傾向 他自己呢 讀大學 undergrad的時候 是讀history 然後70年代也參加過一些社會運動 特別是天主教背景的社會運動 然後他在70年代的時候 就做很多運動 從80年代開始投入 做很多社會評論、文化評論 然後就開了一間書店 那這間書店呢 它的選擇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一間非常好的書店 雖然很小 你知道香港二樓書店 不可能很大 我想它的空間 加起來就差不多這張桌 差不多 大不過這裡 藏書量也不會很多 但是選書選得非常正 我有很多外國的朋友來到 我帶他們去看 大家都很讚嘆 選得非常好 但是 香港大部分的書店 都會有生存困難 儲光也不例外 更加何況是這些學術書店 總之做到九十年代 尾二千年後 其實他的經營已經變得非常非常難 因為到早期的時候 很多大學生會去買書 到後期 大學生都開始不買書了 或者上去都會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 reading 精讀 所以都沒有什麼經營的意義 所以就結束了 但是與此同時 馬國明有另一個身份 他的身份就是一個 民間學者 我們可以這麼說 他寫過一本學術專注 是討論Waterpiamine 本雅名 或者班傑名 是一個德國的思想家 另外他也寫過一些文化評論 其中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書籍 叫做《路邊政治經濟學》 我到現在都覺得 是香港出版的事實上 其中一部最重要的 香港本土文化評論 裡面有一篇很精彩的文章 是寫全灣的 寫了差不多六、七萬字 寫得非常非常精彩 我很建議大家找來看 然後他執了書店 退休之後 就在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教書 在這段期間 他在報紙上面 就開始寫連載小說 執了埋了 就是現在我們上去見這本 我再重複一遍 作者馬國明先生 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 學術書店 賣英文書的書店的老闆 那個書店 後來在2000年頭左右就結束了 那麼正如香港很多很好的書店一樣 你通常辦了很好的書店 最後都會結束的 但是他不只是一個書店老闆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公共知識分子 跟民間學者 那麼他曾經寫過一本專著去討論本雅明 Water Ben Amin 或者班傑明 有人翻譯著 或者本傑明 那麼大家知道這是20世紀上半夜的時候 德國的一位很重要的思想家 那馬國明很用力的在推薦他的思想之餘 他自己也寫過很多長篇的很有間諜的 關於香港本土文化的評論 那麼他的評論也好 他的學術興趣也好 他的書店的選書也好 都帶有一種佐情的色彩 我很記得在曉光 我曾經這麼多年 有些雜誌不用訂 因為他在那裡看就可以了 因為他長期訂一些雜誌 那些雜誌是什麼呢 比如說Marxism Today 就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 又或者是New Left Review 都是一些佐情的學術刊物 那麼所以當年是香港一群 佐義之士青年很喜歡去的地方 但是佐義之士青年 通常都不會很有錢 那麼所以他是很困難經營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 他的主要的對象像大學生 也都後來慢慢不看書了 後來在他書店關門前的時候 我常常看到有些學生 拿著開課給的書單 教授給的書單上去 就問有沒有什麼書 這是以前常見的事 到了後來呢 學生們通常問的是 比如說他在學哲學的話 他會問有什麼哲學入門書 社會就都在找入門書 而不是找一些比較 有重要價值的書 那麼這樣子下去 馬國民先生覺得 經營也沒意義了 就不做了 於是後來就在香港的 林南大學的文化研究學系 任教 那麼同時 也陸續地繼續寫評論 那麼這本小說 是他在這段時間 在香港的名報上面 最初是以廉載的形式 刊登過部分 解脊而成 那麼說回一本書 歐洲十二國十六天游 是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我相信香港人對於這種名字 是一定不陌生的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種旅行團 現在還有的 我經常都以為 在80年代的時候 香港的旅行社 就搞很多這些 或者以前還有一些學聯 很喜歡搞大巴遊 就是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是背背囊 坐過巴士 從歐洲 我記得坐了二十幾天 就睡巴士的 就很便宜的 所以可以 跟這些差不多 都是標榜 你如何用最少時間 可以去到歐洲最多的地方 那麼馬國明 就用了這樣的概念 去介紹一群 參加旅行團的 十九個香港人這些團友 他們在旅遊的期間 一些討論 一些議論 大致上的結構就是這樣 所以很簡單 不過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歐洲十二國十六天遊 這種旅行方式 是一個很經典的 我們現在的旅遊工業 所謂的鴨仔團的形式 就是趕鴨仔 你想想 它經常都是一天去三個城市 你去到的景點 下車拍照 就算了 這群團更誇張 去到梵蒂岡 連西斯丁教堂也不進去 在外面拍照 就算了 大家很害怕 走人 這些鴨仔團 我覺得都是浮光略影 都是蜻蜓點水 就過去了 但是偏偏馬國民想 用一個這樣的旅行團的架構 去承載一本 有五百多頁的一本書 三十萬字 去做一個 關於歐洲文明的掃描 文明史的掃描 還要做很多的中西文化比較 以及對於香港的評論 都集中在這裏 所以這裏 首先這個架構很有趣 一方面是一個 最膚淺的旅遊方式 如果你說走漫里路 去認識世界 這裏 十二國十六天遊 其實是很不可以的 另一種就是 讀漫卷書 真的讀很多書 然後花很多功夫 去認識世界 把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就是它的一個基本結構 整本書的基本結構 就是用你一個旅行團的概念 就是 典型的香港人叫鴨仔團 就趕鴨子一樣那種旅行團 那這種旅行團 它的形式就是 用很短的時間 盡量讓遊客去最多的地方 把他們趕來趕去 像趕鴨子一樣 可能一天之內 就在歐洲去了三個城市 對於很多想潛藏出國旅遊 或者看一看歐洲 時間不多 財力有限的人來講 這常常是一個入門的方法 在過去的旅遊產業裡面 但隨著現在遊客比較成熟 現在會這麼做的人 已經少了很多 但仍然有 原來這種旅行團 那麼這種旅行團 是一個典型的就是 走馬觀花的旅行團 可是奇特的地方在於 馬國明卻用這樣的一個旅行團 出國旅遊的結構 用了這麼一個旅行團 19個香港團友 相聚16天的故事 想要裝進去 他對歐洲文明發展史的 一些認識跟看法 一種掃描 同時要放進去一個中西文化比較的評論 還要再裝進去對於香港本身的反思 所以這本書很奇怪 就是由詩詩的非常平衡 不尊肯的作用 即是不太平衡 你看到這本書 就是 你覺得他們好像沒有什麼去景點 他們很少說 看到什麼風光 吃到什麼 他們絕大部分時間 真的在討論政治 文明 歷史 所以就是很奇怪的 這個結構 是一個很奇怪的結構 好了 再說回 這本書 我想跟大家介紹的理由 是 我想透過這本書 去討論 究竟旅遊和越洞是什麼關係 第二 想討論的是 小說 作為一種文類 它如何處理這麼長篇的 知識的 甚至是非常學術的討論 第三 就是當然這裡牽涉到 內容上的東西 對於香港史的認識 對於香港文化的理解 對於歐洲史的認識 中國文明的討論 那這一部分 我相信大家可以 稍後 提出很多 我先簡單講一下 在討論部分 我引個提醒 讓大家一起討論 我現在 我先來做一個導演 然後跟大家一起討論的時間 我只想選這本書 並不是因為這本書 我非常喜歡 也不是因為這本書 我覺得精彩萬分 值得一讀再讀 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這個起點是什麼呢 就是怎麼樣去看 到底旅遊跟讀書之間的關係 因為剛才已經介紹過這本書 之間的一個結構 是怎麼樣的一個很奇特的一個結構 那第二呢 就是這本小說呢 它雖然說叫小說 但是絕大部分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它像小說 你會覺得它像是 有點像歐洲很喜歡寫對話錄 對話錄從Pato開始 就一直是歐洲思想史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種體裁 一直寫到近代世界 比如說像David Hume 這些英國哲學家 也都還在寫對話錄 就大外妖謀 David Hume 英國的大修家 他都可以在三八歲 給大家一起對話錄 那麼對話錄呢 這種體裁就是 透過幾根的對話 去談一些哲學思想 各種的知識學術問題 那麼這本書其實 某意義上是個對話錄 那麼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待會兒來談 OK 我們就先從後面這點開始 先講我的看法 我覺得呢 大家平時今天讀柏拉圖 有機會讀柏拉圖 或讀Pato的話 我們絕大部分 都會當作它是哲學書 這樣看 所以會見到一些 比如說 特別是讀分析哲學的人 讀analytic philosophy的人 他們會很嚴密地 從那些對話裡面 想抽取出一個 argument的陳述方法 甚至乎是把它 可以變成一些 符號邏輯的形式 寫出來 很複雜的 但是 大家沒有想過 對話錄呢 特別是柏拉圖的對話錄呢 其實是有故事的 它是有劇情的 其實有一個情節在這裡 只不過那個情節 通常是服務於 裡面的人物的對話 而有很多時候 那些情節本身 可以是很 很引人入勝的情節 譬如說 西方史上第一個思想英雄 蘇格拉底 他面對死亡 人生最後的下午的時候 他的那種淡靜 勇氣 這個角色 你看完之後 你是印象很清晰的 所以這個不止 可以不止是一本哲學書 你其實可以當作是小說 這樣看的 它有人物 有情節 有對話 有空間 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就是其實 在這個意義下面 柏拉圖的對話錄 究竟應該是甚麼書 怎樣看 其實好看你擺的位置 如果我今天 即以往大家讀這本書 都可以當作是哲學書 但是如果你今天當作是小說 這樣看的話 你完全從小說的結構 角度來分析 你分析 人物的塑造 它的最視技巧 最視觀點的轉移的話 會不會產生一些 完全不同的 讀效感呢 這些效果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件事 也是很多現代的哲學史家 經常討論的問題 而這種文學的讀法 和哲學的讀法 有時候還可以混合 你從他作為文學作品的角度 去讀他 有時候 可以更加讀出 他某一些哲學層面上的心意 例如 今天 在中國大陸 很受歡迎的一位 已故的 美國政治哲學家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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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承購出 它的論證的結構 可是問題是 由於它具有一般的小說或戲劇的一些的特性 有人物 有空間 有情節 有對話 那麼所以 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當成是一部文學作品來讀 只不過以往大家讀柏拉圖的時候都先入為主的覺得這叫哲學 那麼但是如果你今天換個角度 用文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又會看到什麼呢 事實上有一些人認為 如果用文學的角度來讀柏拉圖的對話錄 反而更能讀出他的哲學生意 有一些二十世紀很重要的思想史家跟哲學家就是用這個方法 分析他的敘事結構 分析他的觀點的轉換 分析他的人物的前後的統不統一的問題 來讀出他的一個哲學意味 是一般的讀法讀不出來的 那麼所以像馬國銘這樣的小書 我們當然可以當成對話錄來看 其實這一種所謂的本書很難分類是什麼書 我們用什麼讀法 就決定了我們讀到什麼呢 是很常見的 比如我們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歷史學著作 基本上都有同樣的意義 比如史記 它究竟是文學 還是歷史呢 事實上當你從文學角度去看史記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 以前就這樣一卷卷看下來 覺得很奇怪的東西 或者不會留意的東西 比如舉個例子 我們知道史記是用一個記傳體的寫法 它不是一個大士記 好像我們中學讀的那些書 讀寫法 因此它會出現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由於它每一個紀 每一個傳 它都是以那個傳裡面的中心 人物的傳主為核心 那麼那個傳處的一生裡面 當然發生了很多事件 可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事件 而那些很重要的事件 如果一個這麼重要的事件 可能牽涉的人是很多人 比如舉個例子 楚漢相爭 牽涉很多人 這麼長遠的一場內鬥 即楚漢之間的鬥爭 牽涉很多人物 但是這裡面有很多重要的人物 即是說 司馬遷在寫《楚漢相爭》的時候 它是用了差不多 我數過大約二十個不同的人物 為中心寫它 它從每一個人物為中心寫的時候 都某程度上 是從那個人的角度去看那件事 而最後你會看到 關於那件事 究竟是一件怎樣的事 你很難找得出 一個很統一的罪事結構 這就叫做司馬遷的觀點 因為 它可能有十幾二十個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來看這件事 如果我們看它的時候 我是當作一個罪事角度去分析 你就會看出這樣的結果 你會看到司馬遷的歷史寫作 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很多 它看一個歷史 它不是一個鳥含式的overview 去看那段歷史 有一個同一個general statement 或者analysis 它是每一個散點去看一件事 我剛剛講 比如說我們把文學跟很多作品 跨界閱讀像史記 你會讀出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因為裡面的同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牽涉的人物很多 司馬遷會用好幾個不同的人物 它是以人物為中心的 傳記的方法來寫作歷史 所以有時候 同樣的一樁歷史事件 在司馬遷那裡 你會看到牽涉到不同的人物 這不同的人物 它會有不同的觀點 角度來描述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對於一個同一個事件的認知 你讀完司馬遷之後 你甚至感覺到 它好像有時候在自相矛盾 那是因為它用了不同的人的角度 在闡述一件事 不是事實上有矛盾 而是對那些事實的態度 你覺得司馬遷往往在變換 但當他而不同的人物 雖然之以為中心的事實 是不一樣的 好的 我們再回到這本書 那這種對話錄呢 究竟是哲學還是文學呢 現在這本書 它是當作小說出版的 所以它定位在文學 但只不過是用文學小說的框架 好像對話錄那樣 承載了很多的知識討論 那這種做法呢 其實更精彩的例子 那這本書其實很坦白說 這方面做得一般的 有些硬來的 比較精彩的例子是什麼呢 是今年香港書展年度作家 董啟章的學習時代 是比較出色的一部做法 和這本書很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本書中 我們看到幾個重要發言的角色 例如另一位陳先生 和馮先生 馮先生可能就是馬國明自己的投射 就是一個書店老闆 很懂事 而且是很正直 很好的人 然後呢 他呢 他們兩個多說話 但是他們其實不是那麼多的矛盾 他們大部分時候是相互認和和補充 而大部分陳述出來的說法 方向和角度都很接近 包括連他們的領隊 那位陳先生也是 所以他們 裏面主要幾個說話的人 就經常都以一種老師的角度 形象出現 你講完一段 就到他講 你講完一段 就到他講 就這樣說下去 所以你完全 你從小說的角度看 你看不出這裏面 有任何的對話之間的推進 辯證 你亦都很難看到 這些的討論 文學意義在哪裏 就跟董啟章很不同 董啟章的學習時代 做的是複雜很多的事情 他整本書的結構就是讀書會 一場讀書會 扣著另一個讀書會 但他一直在讀書會之中 讓我們看到 那些不同的讀書會參加者 對於知識 對於社會 介入的觀點 大家的差異 而這些差異互動之後 產生了什麼化學效應 接著他們的變化是怎樣 而且更加重要 從我來看 董啟章正在做的實驗 就是嘗試 他用小說 把他擴大成為一種 總體的 文體 即是說在董啟章那裏 他對小說的看法是很有野心 他會覺得 至少是由我來看 他會認為小說是什麼 小說就可以什麼都是 小說可以用來寫詩 小說可以用來寫詩 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他小說裏的人物 是會寫詩的 但是真實之中 平時身為作家的董啟章 從來不寫詩的 即是當董啟章 你要求他寫詩的時候 他是不會寫的 但是當他作為一個小說家 他的小說裏不下的人物 如果是一個詩人的話 他就會寫詩了 同樣地 董啟章平時不是一個 那麼多的討論 論述的人 寫那麼多 但是他不下人物就會展開 但是那些論述有時候 可以是此事而非 他是用小說去承載 論述 又去試圖 把論述 都當作為一種 文本的文字策略 的時候 如果小說就是 所有文字策略的總調動 他可以做出什麼 所以我剛才是畢章 就是馬國明這本書跟 今年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 董啟章的 《學習時代》的分別 我覺得董啟章是一個 作為小說家來講 比馬國明遠為出色 作為小說著作來講 也遠比這本書要優秀 那麼那筆書是一本 真真正正的 把小說當成一個 應該反過來講 把知識討論 當成小說來寫的一種實驗寫法 在董啟章那裡看來 小說是什麼呢 小說是一切的文字的陳述 跟話語的技巧 跟可能性的總和 所以小說是無所不能的 我們平常怎麼去區分一本書 是小說還是學術呢 我們是從他說話的一種腔調來區分的 我們是從他語言運用的一種策略 跟方法來區分的 那麼但是當一本小說 讓你覺得它像學術書籍的時候 它還是小說嗎 或者說一個學術書籍 寫出來像小說 你仍然覺得它是學術書籍嗎 董啟章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問題邊界處 在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所以他的文學野心是更加巨大的 那麼反過來講 歐洲十二國十六天有呢 就是一個相對簡單得多的一個事情 他基本上就是用了主要的三個角色 另一個陳先生 領隊陳先生 跟團友冯先生 這冯先生很可能也就是 馬國民自己的一個影色 因為他的職業也是一個 關了門的書店老闆 他們三個人接力在說話 在這個旅遊團裡面 就像老師一樣的形象出現 不停地講 不停地講 講各種各樣的事情 而且講的時候 大家的觀點非常接近 往往是相互合印 那麼所以你很容易就會把這本書 看成是一堆的陳述 裝進了一個小說的結構 那他們在陳述什麼呢 那他們在說什麼呢 我們回頭就講旅遊這件事了 那這本書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中一個主導的觀察者 那個觀察者呢 就是徐先生 那這位徐先生呢 其實很多時候這本書 是從那個角度去看旁邊的人 那這本書其實是一個 用第三人稱的寫法 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說 那個觀點是從徐先生的角度呢 因為徐先生和徐太太的討論 提供了最多 關於這個旅遊團裡面 對一些不同的人物、團友的判斷 感覺和看法 那這位徐先生呢 和徐太太呢 是一個很典型的 香港中產階級精英 徐太太是律師 徐先生是醫生 是香港的 專業精英的無敵組合來的 那如果生了一個兒子 是譬如說會計師 那這家人就不得了了 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很典型的 香港中產精英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在這個16日的旅遊團裡面 徐先生呢 一個大家覺得 這麼令人羨慕一種行業醫生 他是不停在那裡反省 他不停覺得自己很無知 他不停覺得自己很不知 他不停覺得自己這麼不懂 那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是因為他發覺他這個團裡面 有幾個團友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領隊 那他想不到一個領隊 原來這麼熟歐洲文化史 去到那裡都很不停的 然後另外有一位 另一位陳先生呢 也是薄學多才的 就是講一講歐洲的庭院設計 會講回紅樓夢的大官員 以及中國的花園設計 還有中國的花園設計 更厲害的當然就是 這個書店老闆 馮先生 他可以連年份都記得很清楚地 跟你數一次 神聖羅馬帝國的 建立 道解 之間的故事 所以這個旅行團 其實是 好像本書裡面的人物 所以說到後來 變成一個遊學團 重點不是在於觀光 重點不是在於大家 去到那裡購物 吃東西 或者看了什麼風景 甚至乎 不是那麼多 對於 他們每天觀察的東西的 一個反應 更多是他們自己的討論 舉動做個落叉 不是一個特徵 所以還不能 真的有個幾次 在討論外局 還不能虛擬 我剛剛說這本書的 主要的角色 其實是一位 徐先生徐太太 那這兩個人是典型的 中產階級精英 徐先生是醫生 徐太太是律師 那麼大學畢業 事業有成 而且恐怕大學的時候 念書的時候 都是成績很優秀的人 但參加這個旅行團 卻讓徐先生 非常的慚愧 因為他發現 團友之中有幾個人 博學多文 他們對於歐洲歷史的認知 跟看法 使得他一路羞愧 自己平常的日子 怎麼不好好讀書 甚至使他感覺到 自己對香港 對中國 對世界的認知 都太膚淺了 而且是沒有反省的 那整個書的結構 其實是一個 就是不斷的 以學問的鋪墊 為主的 這麼一個寫下來 多過對於景物的描述 雖然它主題是旅遊 所以這裏馬上遇到我們 一個問題 問題是甚麼 我剛才說的 旅遊和讀書 在這裏 旅行團裏 我們看到兩種 關於旅遊和讀書的態度 一種就是 就是徐先生這種 經過這次旅遊團之後 發現自己很多東西都不懂 很有興趣 想回來多點了解一下 所以 剛好遇到一個很懂書的 前書店老闆的馮先生 最後去到牛津 一間很有名的書店 買書 多數是Bradwell 然後在那裏 去問 究竟有甚麼書 可以拿回香港看 認識一下 深入了解一下 另一個態度是哪一種態度 就是 另一位陳先生 或者馮先生 這些 就是旅遊前 已經對於所要去的地方 在字面上 思想上 是療如指掌 即是已經看過很多書 再去旅行 這裏 牽涉到 平時我們說的 認識世界 旅遊和讀書 兩種有趣的關係 兩者之間 我們很多人都聽過 旅行前 應該做好準備 做好功課 如果不是去到 浪費了 譬如歐洲旅遊 很多人都說 難得去佛羅倫斯 一定會看到很出色的 很多精彩文藝復興的作品 我們應該先對文藝復興 了解一下 文藝復興是甚麼一回事 至少你要懂得看畫 文藝復興三劫 分不分得出 終於遲來才好去 做功課 這是很常見的看法 但另一種看法是怎樣 就是 看了太多東西去 你會有很多負擔 你變得 你不是用一個很清新的眼 去看見的東西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你看出來的旅遊 如果你看了太多書 腦袋裡放了太多東西 那些是一些preconception 一些成見 你帶著去旅遊的話 你見到一切東西 只不過是用來印證 你已經看到的東西 而不是甚麼呢 而不是真的 就是你眼前所見過的東西 這裏是很多時候 我們喜歡看書的人 又喜歡去旅行的人 經常有一個矛盾 大家經常為這件事 有很多的爭論 舉個例子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認識一些外國的 來exchange 的學生 他們來香港 多數都會去大陸 來總共一年的時間 他們有很多 是讀亞洲研究 對中國特別感興趣 第一次來中國 來之前 對中國是充滿下想的 我記得有一年 我認識了一個 德國仔 就是這樣 他告訴我 他夏天要去旅行 我問他去哪裡 我說厲害了 我去中原 真的在哪裡 是洛陽 這個很孤獨 他打算在那裡留 想著留半個月 哇 洛陽半個月 沒什麼事做的 沙塵滾滾殺錯良民 這樣 他又不聽我說 去到回來 就很失望 他心目中的洛陽 是 是書裡面的洛陽 是考古裡面的洛陽 也不是一個真實的洛陽 他覺得現在的洛陽 已經是假的洛陽 就不是真的了 那我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對於旅遊跟讀書 兩種常見的態度 就是你要不然就是 先讀好書 再去旅遊 要不然就是 戴著赤裸的眼睛 去新鮮地觀看這個世界 兩者都有道理 你如果沒有做好準備 你對文藝復興一無所知 直接把你丟在佛羅倫斯 丟在菲伦翠 你可能什麼都看不懂 你看到那麼多話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它好在哪裡 可是反過來 你如果滿腦子 都是一些概念知識 都先讀好書再去旅遊 你看到的一切 都只不過是拿來印證 你已經知道的事情 那麼這種時候 你的旅遊又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我們期盼的是 旅遊也好 讀書也好 總是在給我們 新的刺激跟發現 也就是說呢 旅遊跟讀書 本來應該是相得益彰的 但是有時候 它會不會變成就是 讀書會破壞掉旅遊 旅遊又會破壞掉讀書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然後我馬上舉個例子 就是 有時候 我唸書的時候 唸研究生 唸本科的時候 我認識一些 來學校交流的外國學生 那麼這批交流生裡面 常常都會一來香港 跟大陸加起來 來一整年 那他們心目中 要來這個地方唸書 當然是因為 對這個地方 有一些特別的感情遐想 可能本身唸亞洲研究 或者中國研究 我就認識這麼一個德國來的學生 那麼他很崇拜中國文化 但是還沒去過中國 但是在德國已經學了很多中文了 那麼來到香港 跟我們混了半年之後 他說他暑假要去旅遊 我問他去哪 他說去中原 我問他中原是什麼地方 他說那當然是洛陽 開封什麼 那麼他說要在洛陽待半個月 因為那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那麼想感受一下 那麼去了回來之後 他的感受當然不是 什麼中華文明的起源地 就是我們廣東話講的 撒產關關撒超乱 就是非常混亂的 就是完全跟他想像中 不一樣的中原 沒有什麼古風可言的 沒有什麼很多老東西留下來的 那樣的一個洛陽 OK 但是呢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說了一句話 我印象很深 他覺得現在看到那個洛陽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麼這裡面馬上牽涉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在旅遊之中 我們有時候會講究什麼呢 有一種authentic的 experience 什麼意思呢 那種例子 我們旅遊呢 我們是想去一個地方 我們很想感受一下當地的風土人情 我們很多時候想知道當地人的生活 當然旅遊有很多種 譬如這個旅行團去到哪裡都要吃中菜 這個是一種很舊式的旅行團的經驗方法 我怕那些團友吃不慣 那香港80年代 我很記得的 那些旅行社廣告在標榜 日日有種菜 只好是餐餐有種菜 那才叫做好東西 但是這幾年 香港人就有些變化了 就開始覺得應該追求 麻煩你了 追求的東西 就是應該去到每個地方 要有些特色的東西 最好一餐中菜都不好吃 去十幾天 但是你看到他們怎樣去 你現在要吃中菜 當然不是很自然 我們現在的想法是覺得 應該去到當地 要吃當地人的東西 要過當地人的生活 這是最好的 這種想法 曾經有一個很重要的 旅遊社會學的著作 在70年代出版的書裡 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旅行是什麼 現代旅遊工業裡的旅行 其實是一種我們 那個作者叫Dawn McCarland 其實是我們現代人 對於自己的生活 不知為何 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意思 覺得自己的生活很假 就是自己過的人生 不是人生 所以就想去旅行 旅行的時候 就覺得別人那些才叫生活 就是我們很多香港人 中國人出去旅遊 經常都有這種感慨 就是去到加拿大 山清水壽 那才叫生活 就是去到日本 那才叫文明 去到台灣 那才叫小清新 那我們是什麼呢 我們什麼都不是 沒有東西可以 通常都會這樣想的 很有趣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 你去旅行的狀態 其實你是一個不日常的狀態 你是一個遊客 你在當地 你如何感受當地人的生活呢 你要不要在當地交稅 你要不要在當地買樓 你要不要在當地養父母 供書教學 你要不要在當地上班 沒有 你怎麼會是一個當地人呢 你既然不是一個當地人 你又如何以一個遊客的身份 去感受 所謂當地人的 authentic life 是什麼呢 所以這個 永遠都是假的 你永遠做旅遊 你是遊客的身份 你就沒有可能感受 所謂當地人的身份 你永遠只能規漢 你永遠只能有一個 tourist gaze 去看他們 永遠跟你無關 所以旅行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覺得 那些生活才是真的生活呢 正正是因為 你在旅行的時候 當然是最假的一種生活 因為它是假的 所以它是沒有負擔的 所以你會覺得 那些才是生活 你只看到一些意大利人 很炭地 坐在一個水池邊 沒有工作 在路邊喝咖啡 你不知道 其實別人失業了很久 所以他們就沒有工作 但是大家覺得 這才是生活 所以我們要了解 第一 旅行的時候 我們身為 traveler 甚至 tourist 你是不可能 真的感受到所謂 authentic life 第二 第二 現代的旅遊產業裡面 已經有太多 因為旅行 旅遊工業的關係 改造過的 本地文化 那些是否叫 authentic 例如 一個例子 威尼斯 這本書裡面 有提到威尼斯 威尼斯 是 這個城市 現在的人口 前年的統計 這個城市 上駐人口 他的居民 其實只有兩萬人 但是每天 湧入威尼斯的遊客 數目 大概是六十多萬 到七十萬左右 那就是說 每天你在威尼斯的街上走 你遇到絕大部分 其實是遊客 還有一種 就是服務遊客的人 那些其實也不是威尼斯 威尼斯 威尼斯這個島 如果是中間的島群 大部分人 都是只有上班的時間 在那裏出現 包括連船夫 支持鋼多拿 還要和一些唱 奧斯羅羅米歐的人 或者是街頭賣藝的人 開餐廳的人 其實絕大部分人 都不是當地的 他們都住在另一邊 天天坐火車上班 所以你某程度上 可以把威尼斯看成 其實它是一個迪士尼 它是另一幫人 即是迪士尼 每天都很多人上班 然後 帶了米奇老鼠頭套 就變成米奇老鼠 其實威尼斯是這樣的城市 所以你去到威尼斯 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個很徹底的 就是因為旅遊產業 被徹底改變了 而因為旅遊產業 才能夠維持到的城市 其實我小時候 我就不覺得香港人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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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懷疑 這是因為旅遊發展局 找了林紫祥 唱歌之後 令到香港人 好像旅遊服務態度好了 其實香港在很多方面 都是因為旅遊業而變化 變化了 那這些又叫不叫 authentic的香港呢 香港人的微笑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任何的旅遊 其實剛才有沒有人 完全聽不懂我 剛才粵語說的話 完全聽不懂 OK 沒關係 我簡單講一下 我講的是 旅遊這個東西啊 我們常常說 我們去旅遊要追求 當地人的生活體驗 要看看當地人 人家怎麼生活 我們不希望是假的東西 你不要給我看假的東西 我們常常這麼講 比如說今天中國各地的 一些建築文物等等 我們有時候常批評 那是假古董 那是新蓋的 我們要看真的 但問題來了什麼 叫做真 真是什麼 第一 我們今天去旅遊 我們大部分的 所謂的真實的 當地人的生活 我們去感受一下 這個講法本身就是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 以遊客的身份去 我們根本沒有 在當地生活工作 我們沒有任何 當地人的負擔 所以我們在那個情況下 我們旅遊之中的生活 恰恰不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但是很吊詭的是 偏偏是在旅遊之中 我們才覺得自己最享受生活 而且我們才看到 人家當地人的生活很羨慕 覺得那才叫生活 其實他們那個生活 只是你看到的生活 我舉例給這樣 義大利 我們今天去旅遊 有時候看到一些很多人 在廣場上面聚集 在水池旁邊 在樹蔭底下喝咖啡 你覺得這才叫生活 你看人家的日子過的 但是問題事實真相是 那些人大部分都在失業之中 那麼我們因為是遊客 所以我們不用感受它的那一面 但是儘管這樣 我們覺得這叫生活 所以這是有問題的一種態度 我們不可能有真實的生活 體驗在旅遊之中 第二就像威尼斯這樣的城市 常住居民只有兩萬人 每天遊客接近七十萬的一座城市 它基本上變成一個 古裝版的迪士尼樂園 它從船夫餐館的老闆 大部分人都是住在陸地上面 每天搭火車通勤去那邊上班 就像我們香港有些朋友 每天上班去東沖 帶米奇老鼠米老鼠的頭套一樣 他們是演員 我們在威尼斯碰到的 大部分的所謂的當地人 是一群扮演當地人的演員 他們在扮演一個 我們想像中的威尼斯的樣子 比如說為什麼 所有的船夫都說的笑話都很像 唱的歌也都一樣 因為他知道 那個才是我們想要的威尼斯 你在威尼斯不做廣東了 你的船夫不跟你開玩笑 你是女的他不調戲你 然後他不跟你唱歌 那你怎麼能叫做去了威尼斯 感受到了威尼斯的真實的生活呢 其實威尼斯真正的生活 是在他每天早上六點多 跟晚上八點多的時候 他火車站 來往北邊大陸 那一段你去看 那個叫真的威尼斯 就是看到所有來上班的人 他們回家了 然後你看看他們的穿著 看他們的言語 他們的疲倦 他們的無聊的表情 無聊都寫在臉上面 那個就是真的威尼斯 OK 那所以我想說 我們追求這種旅遊裡面的 authentic experience 它是不可能的 就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再說回廣東話 我們有個例子 有些什麼呢 有時候今天 我記得有些朋友說 他去到 可能譬如說 去到 非洲某個國家 去參加旅行團 去那些safari 即是那些 safari的中文怎麼翻譯呢 越野 即是看動物牽涉 你知道非洲很多這些safari團 又去到那裡 就看到很多當地的部落 會舉行一些 營火晚會 和敲一隻羊那些 在那裡跳舞 大家很開心 再歌再舞 但是最後發現那些是假的 原來那些舞是 一個給遊客的表現 其實他們整個部落 傳統生活已經沒有了 他們現在真實的 所謂 你去到safari 看到那個部落 在扎營那些營 其實那些是給遊客看的 他們其實平時是住在 附近的城市 而且你會看到 昨天晚上在那裡跳營火 在那裡祝福你的那位毛衣 今天在那裡穿著 Polo shirt 牛仔褲 在那裡吃什麼 當勞 好了 冰遠也很authentic 你懂 我剛剛問的問題是 假如你去一個旅行團 像我朋友去過的旅行團 回來跟我投訴 在非洲參加那種safari旅行團 就是那種看野生動物 遷徙那種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 晚上住那種很高級的帳篷 就是有一些很高級的帳篷酒店 那麼但是呢 這個帳篷酒店附面有一個營區 據說是當地少數部落的營區 那麼他們 旅行團帶去探訪那個部落 那那個部落的人呢 他們會在那裡呢 舉辦一個營火晚會 歡迎旅行團 還給大家烤羊烤牛啊 在歌在我 喝當地的酒啊 有當地的傳統舞蹈跟音樂 然後當地的巫衣還會 給大家舉行祝福儀式 結果第二天 我這個朋友他發現 原來整個部落的那些居民 他們是只有遊客來的時候 才回到那個帳篷住 別的時候他們是住在附近的一個 村莊裡面 然後在那個村莊城鎮裡面呢 他看到昨天晚上為他祝福 把碳抹在頭上的那個巫衣 這時候穿的不是一個 有鳥的羽毛豬成的頭罐 而是一個Polo shirt跟一個牛仔褲 正在麥當勞裡面吃漢堡 OK 我的問題是 哪一個是一個真實的 是authentic的 當然是後面那個才是authentic 我們通常會說 我們前面看到的那個是假的 我們說我們以為想要看真的 那authentic life是什麼 所謂authentic 我們其實是有時候 我們去一個地方 所謂追求authentic 而是我們先中想學的東西 那些是我們心裡 早就想好了的東西 你去到非洲 為什麼你會認為 非洲就應該是一群人 圍著營火跳舞 然後有空有些獅子走過 這樣就叫做非洲 為什麼呢 誰告訴你 這個叫authentic 或者像我當年認識的德國朋友 他來到中國 為什麼他會覺得去到洛陽 會看到洛陽騎爛的那種景象 就是街上都是古殺 然後牡丹花開 然後有人穿長袍 詩詩文文 在街上走過的人 都跟他作禮 然後他發現 事實真相 是從出火車站開始 全部人走路 都是推開他 去走路 那 哪一件事是真的呢 其實在這裏 那個authentic 是很多時候我們腦海中建構出來的 那些建構 正正是因為我們讀了很多書 我心目中有一個 原本的original copy是什麼 原本的威尼斯應該是怎樣的樣子 原本的英國應該是怎樣的樣子 然後我們會預期他們依然是這樣 那些就是一些 很多時候你讀書讀太多 你看到太多 你以為自己很了解當地文化 大概那些什麼歷史中的文化 因為真的去旅遊的時候 那種發音其實差太暈太暈 所以我們大部分所謂真實的旅遊體驗 都是虛構的 都是我們想像的 那些想像跟虛構 多半來自我們的閱讀 有時候你讀文化史讀得越多 你的旅遊就會越乏味 越痛苦 比如說你讀了一大堆 關於西班牙帝國的歷史 然後你去了西班牙之後 一下火車在馬德里 首先被小偷偷走了錢包 然後你腦子裡面 全是西班牙帝國的榮光 然後他們是天主教國家 然後你在巴薩羅那的聖家大教堂前面 就被人當街打劫 哪一個是真的 就是你的真實體驗 所謂真實文化 然後你說西班牙人 已經忘記他們的文化了 就等於我常常講 其實很多人抱怨 說今天的中國 已經不再是真正的中國了 或者說今天的中國 已經失去了 所謂中國文化的精髓 我覺得這種講法 我不能接受 你書裡面 就像我跟我的德國朋友講的 你書裡面 讀到的那個古代的洛陽 李宜之邦的中原 那是一個書本上存在的世界 它是不是存在過 我都很懷疑 它一下火車就被人推撞 每個人都走路速度很快 快的時候 還要把它推開一下 摸一下肩膀 那麼推過去 它覺得很被冒犯 這個才是真正的中國 而我這麼講 對中國毫無絲毫不盡 恰恰我覺得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什麼叫真實 這就是真實 這就是真實 你不能拿你腦海中的 閱讀所得的那個文化印象 來判斷 你眼前的東西 然後顯眼前的東西 已經不再真實了 不再是authentic 好 回到這本書 回到這本書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了 就是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問題 就是 如果你讀這麼多書 你去旅遊 比如說 你去到維也納 他說維也納 真是平平無奇的城市了 因為維也納 在這裏 在這裏 就很簡樊 沒有什麼建設 反而 布拉格 就建設了很多東西 但是 你會發現 他連 我看完整個 說到維也納的部分 他連 The Ring 即維也納主要的 《環城大道》 無論如何都沒有提過 所以這幫人 究竟是否去旅遊 你就馬上想起這件事 同樣 馬國明的旅遊看法 其實是否藉著一個旅遊 想說 一個他對歐洲市的看法 對中國市的看法 這當然很明顯是 但是首先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旅遊和 讀書之間 會產生一些張力 就是剛才我那個張力 我簡單來說是這麼說 所以我們現在說這本書 就很奇怪 它像是一群 帶著太多 關於歐洲史的 已有的看法的人 對於中國 已有看法的人 到了歐洲去 然後去了每一個景點 他都好像 並沒有真正在看景點 而是透過景點的聯想 讓他觸發起一連串 對於中西文明的比較的討論 我覺得這是 所以接下來我們當然要談的是 我們現在要說的就是 這本書裡面 對於歐洲市的授描 那些說法 還有對於 香港也好 對於中國也好 種種的判斷 這就是這本書裡面的 議論的絕大部分 我剛才做了一件事 就是先告訴大家 我兩個看這本書的入手的角度 一個就是當作小說和論述之間的關係 另一個就是 旅遊和讀書之間的關係 我不是提出什麼定見 只是提出一些切入點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可以去討論一下 這本書究竟做成什麼 他做了什麼 我都說了 讀這本書 不是因為他寫得很好 而是他是一個很好的 starting point 讓我們去知道 去想多些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選這本書 並不是因為它是一本那麼好的書 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讓我們來看 我們剛才去想去談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問題 那當然接下來很重要 就是這本書裡面 對於中西文化的比較跟討論 那麼這方面我很有興趣 看看我們讀過這本書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意見跟看法 我們現在可以一起來聊一聊 好了 有沒有任何朋友 在台語這本書有的意見 有的台法 想分享一下 我看這本書 我覺得這本書是用三件東西 再說兩樣東西 或者它用一樣東西派生下來的三樣東西 說一樣東西分開的兩個面向的東西 那一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眼光 那個眼光派生下來就是歷史史學和傳統 它用這三樣東西再說 同樣東西派生下來兩個現象 一個就是我們必須 必須離開一個地方 才會去真正看到那個地方的真實的面貌 這個離開或許是時間上 或者是空間上的離開 也就是說要有距離 另外就是這個可以用兩個 屬於它最後提到的《紅龍夢》就是風月寶劍 我覺得風月寶劍其實可能最後也在說一個 就是我們看天上的東西可能是要看到 就要俯瞰才能看到天上的東西 然後我們看地上的東西我們要抬頭看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看起來很矛盾 但是其實是一個真實的東西 在我看來是這樣 完了 好了 其他朋友呢 有無偉言啊 其實他剛才也說了一個很有趣的一點 當然就是 因為為什麼好地地的旅行團會說到 這麼多中西文化比較呢 是因為你即使去了歐洲 你腦裡總是會想起 中國是怎樣 中國跟它的差異在哪裡 香港人是怎樣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平時旅行並不是因為正式 我們說世界 為什麼要說旅遊呢 是因為我們在旅遊之中認識那個世界 其實包括自己的世界 正正是去到另一個地方 你會先反過來想起自己 你會對自己有時候 我們覺得是更清醒更真的認識 不過我比較喜歡用的語言 是 對自己多了一層認識 另一種面向的了解 不一定是更真實 不一定是更清醒 但至少是另一個面向 對自己多了另一個面向的思考 所以同樣日本學位都緊張 這還要根本的情況 就剛才這位小姐提到的就是 我們她提到一點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我們透過到了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是能夠回頭想起發現自己更多的 旅遊有時候的意義 並不只是去認識一個陌生的地方 而是當你被投擲進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怎麼樣回頭省事 你自己以為熟悉的東西 你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你的國家是什麼國家 你來自的城市是個什麼樣的城市 你可能會有一些 因為在旅途之中 你可能會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認知跟省思 還有觀察在這裡面出現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本書 有大量的關於中西文明的比較跟討論 那就是因為他們在歐洲 他很自然會想到 這個歐洲大陸跟中國的差異到底在什麼地方 所以就會有不斷的這種比較發生 好了 走 我剛剛聽到那個梁先生說 我想到就是旅遊跟這個讀書之間 我覺得就是一種認知 當然要分開來看 就是認就是認識 就是你知道 比如說你知道認識梁先生 或者是在香港很多人認識梁正英 在這裡認識梁文道 那你認識他 但是知呢就是知識 就是一種 怎麼說就是一種反思 還有真的是知道跟了解 因為認識 比如說你 都是一些標誌性的東西 你在旅行之前 你可以看通過看書 去了解 你知道比如說這地方的建築物 這地方的歷史也好 人物也好 這是你所認識的 但是你真的去了解的話 就是你到了當地之後 你通過看到現實中的這個世界 那麼你才能夠去與你的知識 有一個回應 然後你會去思考去反思 那其實剛剛在聽梁先生講 那故事的時候 我想到就是 很多時候在那個旅行 在中國大陸 因為現在的去旅遊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遊客 跟著導遊去很多地方 其實比如說你去一些 少數民族的地方 去廣西啊雲南 這些少數民族的地方 你去到那裡 導遊會帶著你去看很多 原始部落 他會去說 山上面有野人 那裡的野人長怎麼樣 然後 讓你去看一下 帶你去看一下 當然目的還是為了賺錢 但是很多遊客是想去見一下 因為他們就覺得 想像中電視裡面看到的 那些野人他們的部落 生活怎麼樣 那我們就願意去看一下 其實去到那裡 那些遊客他也會知道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覺得好假 但他們還是願意去花錢 去看一下 來印證一下 這種心理 但印證完之後你就會 可能會有失落 但是他們覺得 也會覺得不值 但是很多人還是願意去這樣做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旅遊 去旅遊很多時候 是在思考這個社會的一個發展 特別是中國內地很多經濟的也好 還有旅遊業發展 對一個地方它的一個影響 比如說你特別去到這些少數民族 他們的經濟很落後 他們沒有特別發達的一些公司工廠在那邊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都沒辦法維持生計 那麼我問過當地 就說我們現在來到桂林也好 雲南也好 看到這些地方覺得很漂亮 他們的生活很好很休閒 但那些當地人就是有一次在火車上面 有一個人他是回到他家鄉 然後準備回去了 就是他告訴我說 你們看到這些其實也都是假的 說我們並不是這樣的生活 十幾年前這裡的山水比這裡還更美麗 更好 我們生活比這裡更好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休閒其實是假的 但現在你看到的休閒 我們現在生活呢 要比十幾年前又怎樣 比那種生活又要更緊張 因為有很多生活壓力 那政府就我就想 那他們我們既然來這裡是為了看到 他們這種比較原始的生活 為什麼你們不去維持這種原始的生活 來就是一邊能夠維持好這種原始生活 一邊呢來通過這個旅遊的方式來獲取經濟 而他們所採取的是改變這種生活方式來獲取經濟 我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現在他們為什麼要改變 要去扮演就是要去裝的很假 來這些東西吸引有 因為很多原始的這些少數民族 其實他們因為家裡很窮 他們都要到外地打工了 他們都不留在這個當地的 所以他們都要去外邊來廣東也好 甚至去比較大的城市那裡打工 他們不在原地 所以留在當地的這種真正的原住民 真正的少數民族已經很少了 所以不得不說 當他們想要發展這種旅遊業的時候 不得不去裝一下 因為真的找不到這種人了 所以不得不去裝一下 那我就想 到底是這個 因為有很多人來看他們 中國的這個旅遊業 有很多人游來看他們 所以改變了他們這種生活狀態 要去裝一下 還是我們不來看他們 他們本身也是要去改變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社會的發展 有很多的矛盾 包括香港也一樣 其實有很多時候來到香港 會覺得 到底我們中國大陸這些 每天來的這麼多外地人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來感受到的這種生活 這種快捷奏的生活 跟你們平常日常生活 所生長的這種快捷奏的生活 到底我們所看到的 是不是一樣的 其實我就覺得就是你 如果你由備而來 你會 就是你會去做一下功課 然後去感受某一個城市 就是跟你沒有做工作去 就去沒有做功課 然後就去看一個城市 它可能會反思 可能會認知的東西 還是不一樣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說剛剛也覺得 就是在旅遊中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時候 看到這個社會 它的一個發展狀況 那麼這個狀況其實就是我們 如果能去思考到這個問題 其實就已經是這種一種反思 然後在旅行中 我們能夠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單獨自己的話 比如說很多時候 是不開心的去旅行 就是你不開心 然後你去旅行 但是旅行之後 你在過程中 比如說你會 可能會通過自己的智慧 比如說找路啊 或者是在路邊問路 或者甚至幫別人 一些事情 你會獲得這些快樂 結果就是旅行中 也算是我們在旅行中的 一些收穫了 然後你會去反思 為什麼之前不快樂 然後現在為什麼 這個狀態就會快樂 就是很多時候 兩種不同狀態 收穫也會不一樣 謝謝 謝謝 好了 那麼其他朋友 還有各位先生 我對於旅遊和讀書的話 感受 我覺得這個 似乎你自己的發心 也就是說你 為什麼要去看書 看書為什麼 那麼旅行又是為了什麼 實際上 最後的一些東西 無論你走多遠 你看到任何東西 或者說你讀了任何東西 最後回到你自己身上 都是你個人對生命的體驗 不要講那麼大 和那麼多東西 我個人會這麼認為 因為 在我看來 讀書呢 包括活著 本身就是一種旅行 對吧 讀書呢 它可能是在 時間層面上的旅行 因為你跟作者 在交流和溝通 在理解作者 或者說 同時你也產生你的感受 那麼作者 肯定不是在當下 因為他寫完書 可能就幾個月了 或者一年了 或者甚至你看以前的書 很遠了 那麼旅行呢 是在乎你 當下的一些感受 你看到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 本身來討論 你看到東西真和假 外在的東西真和假 本身挺無聊一件事 無意義的 因為原則上來說 你即便看到一群獅子 在那吃飯 或者幹嘛的 你看到了 你可能已經改變它了 因為你怎麼知道 你不在那時候 不在的時候 那個獅子 它本身應該在做 它應該做 你怎麼知道 你坐在那裡 它沒有受到你影響改變呢 所以我們去討論 去履行 看真實虛假的問題 我覺得 這是挺無聊的一件事 這本身自己的一種貪心 我必須 我這樣花錢 花一萬多 一萬六 我到 這個非洲了 然後我必須得看點真東西 這挺無聊 挺貪心的一件事 我覺得 這個本來就是值得 討論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最後還是說 不在乎 一定要給自己安排 什麼位置 包括這本書 所謂的中西文化的一些東西 實際上 我覺得應該更多的是 無分別 無差別 沒有價值觀的去看待 不同 那麼你自己會得到一些新的體驗 沒有必要去說 我去歐洲看一下 然後 我覺得 這個文化好 那個文化好 有些東西我反而覺得 你沒辦法說 你麵條好還是米飯好 或者是說 你只能當下 你更適合什麼 更適合吃麵條 還是更適合吃米飯的問題 什麼政治等等 所有的一切的東西 最終回到的 都是你自己生命的體驗 或者說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哪個位置上 那也是一種無聊的事 你活那麼久 你非得把自己 讓社會 在社會上找個位置嗎 我覺得 那是不是也是一種 這個迷失 這是我感受 OK 等一下 我們就過來 另外一位先生先 然後跟著我小姐 然後另外一位先生 最後另外一位先生 請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講普通話 因為我講得很簡短 就是我首先我非常欽佩 梁先生剛才用粵語和普通話兩套來講 因為實際上講普通話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聽得懂 但他還堅持 那我來自上海 我覺得 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話題 跟我們這次的書展的主題 是很有關係的 所謂的世界 就是這個全球化都有問題 我們實際上 我們在旅遊的時候 也是在希望尋找差異化 如果說跟我平時所處的 這個生活環境是一樣的話 我也不去旅遊了 那我來自上海 我也希望我們上海化 能夠保留下去 所以就是 感謝梁先生這個做法 這是第一 第二個呢我覺得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 怎麼去避免這個情況 就是說實際上 要提高旅遊的一個品味 我們旅遊的時候 不是去看那些Gondola 也不是去看那些 這個 就算文藝復興 過去的一些作品 不僅僅是這些 我們要有差異化 可能我 我關心的是那個地方的宗教 可能我關心的是 那邊的人 所思考的一些問題 他們過去的生活 他們的家族 所以說 如果大家都不一樣的話 這個世界會更加精彩 非常感謝 首先我說一下 我並沒有讀過這本書 我今天來這個書展 來這個seminar 完全是衝著梁先生 我也有很多的收穫 就是您介紹了一種新的文學體力 對我來講是新的 因為有很多年了 我離技術越來越近 離文化越來越遠 所以就是大概有五年左右 我沒好好地讀一些文化方面的書 所以今天您介紹的這種 就是對話錄的形式 來完成一部小說 或者是用這樣一種小說體力 來承載一種文學的 承載一種哲學的詩別 我覺得我 我遠道而來 收穫很大 我從澳大利亞過來 然後 剛才我在您用普通話 做解釋的時候 我沒有經過您的同意 進行拍照 是表示 實際上我是做 在這之前 我向工作人員已經詢問過 可不可以拍照 公眾人員說可以 那我沒有經過您的同意 我拍照是 其實是出於感謝 一個紀念 因為您 因為畢竟 廣東話是 可以說是您的母語 然後您能 雙語之間來回 為了照顧我們 聽不懂廣東話的聽眾 所以我是表示感謝 如果您要是介意的話 我可以刪掉 應該是 最後說一下 就是我在網上看到 一些網友介紹說 您在這個 香港書展的前一段時間 到北京 推薦您的新書 我不大知道是什麼新書 我的問題就是 在香港這次書展 您為什麼不推薦您的新書 另外我補充一下 就是 我在澳洲一個小城市 那麼我們那城市 大概有十萬華人左右 州立圖書館有您的我讀 我在借那本書的時候 我現在排隊排了一年半了 還沒有排到 然後在香港期間呢 我想買您的 也不光是那本書 其他別的書 也沒有買到 我不知道 在哪能買到您的書 是嗎 那太好了 非常感謝 那我想請梁先生 能不能解釋一下 您為什麼不在 本屆香港書展 推薦您的新書 謝謝 我簡單地講 後面 我其實從來不推薦 在香港書展 他們也沒叫我推薦 我也不想推薦 我通常在香港書展 負責的角色就是做別的 知名作家的演講的主持 跟推薦別人寫的書 我不太喜歡介紹自己的書 在大陸 我最近推薦的自己的書 是關鍵詞 那主要是因為出版社要賣書 那人家給你出了書 你不能不配合一下 如果我能夠自己操縱的時候 我通常不推薦的 香港這邊的出版社 香港在出版我的書的出版社 是我有份創辦的出版社 所以我有權說我不推薦 就有權不配合 那今年是有本新書 叫舌頭 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這些書 就不推薦的理由很簡單 不是什麼好書 就都是一些雜七雜八的專欄 湊在一塊對不對 您剛才說那個我讀 它根本不是我的書 其實我連看都沒看過 它是鳳凰衛視 把我做的讀書節目 開卷八分鐘的內容 結集下來 變成文字 然後拿去賣書 但整個過程我沒有參與 我沒看過 我偶爾看過一篇就不想看 因為你知道我說話的東西 它錄下來 不要說這樣子好不好看 光是有時候我說的一些名字 概念名詞 他們原來弄錯了 有點尷尬 所以我挺尷尬的對於那個 對 大概就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在哪兒可以買到我的書 因為我自己從來不買自己的書 所以我不會知道 OK 好了 根據李安婉 您好 很高興能參加 梁文道先生今天這樣一個讀書會 之前一直是開卷八分鐘 今天感覺好像像是個 加長版的八分鐘 開卷兩小時 所以很過癮 那麼 我前段時間在主場新聞那個網站上看到您發表的一個文章是說 大概意思是說台灣近些年在媒體上也好報紙上書店上也好 都很推崇一個說生活方式 就什麼都是 講到讀書也是生活方式 講到旅行是個生活品味 就好像把什麼東西都在往那個方面上關聯 那麼你做出的一個結論就是說 好像是有人故意引導說 年輕人騎車也是生活方式 就讓他們非常把自己的生活 就把什麼 什麼事情都關注自己生活 而忽略掉說 現在立法會在談些什麼東西 地鐵是不是有漲價 就是說忽略到一些 把一些公共的事物給忽略掉了 那麼 然後呢 我今天看到這本書呢 它裡面 很多的人物其實都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物 除了那兩姐妹還有一個小妹妹 那麼 然後裡面講到的一些內容呢 很多是關於中國香港還有西方 那麼我很懷疑現在還有沒有這種旅行團 那麼這兩件事情可能沒有關係 那然後我接下去要講的就是說 中國內地這段時間呢 不管是網上也好媒體上也好 有很多說是 就有一句特別出名的話 就是說 說走就走 還有說很多觀念就是說 要去旅行我趁年輕 趁年輕多走點地方 就是說它非常 把這個旅行和年輕人的一個生活關聯起來 但是我想就是說 如果說你年輕人旅行有各方面的好處 就是說我增長見識也好啊 我認識旅途中的人也好 但是你年紀老的人 我去旅行 我同樣有很多優勢啊 就是說我可能經濟上比較充裕 時間上比較充裕 但是你很少在社會上看到說 有人推崇一個 老年人要怎麼怎麼去旅行啊 這種介紹 那麼所以說 我有個非常冒昧的猜測 就是說 是不是也有 就是說那些主流媒體 你在引導當下的年輕人去關注 我年紀輕人要去做些什麼 就引導你去旅行去 就好像跟你說的台灣那個情況一樣 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我簡單講一下 我寫那篇東西倒沒有想過 你說的這個狀況是誰在引導誰 我通常不太用引導這樣的一個概念跟字眼 我也不覺得是有人在刻意在引導 我那篇文章裡面你所描述的那種方向 我其實講的是一件很簡單的現象 這個現象就從台灣開始的一個現象 從台灣開始影響到香港 包括現在大陸 當然這個影響最早可能是從西方媒體來的 並不是有什麼人刻意引導 它就是一個現象 或者是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為什麼是這樣的趨勢 背後不是有人引導 而是可能有很多理由 我不知道 我們要想 這個趨勢是什麼呢 就是 生活這個字眼 life 它的概念跟範疇變得越來越輕盈 比如說在台灣以前會有很多嚴肅的讀書雜誌 現在逐漸都消失掉 那麼現在比較好賣的叫做一個什麼 閱讀生活誌 那什麼叫閱讀生活誌呢 你打開就會看到一些 比如說一些明星或者一些名人 或者他們在談他們會怎麼樣看書 他們談書的時候很少 他談的更多的是 書在他生活中的位置 或者說他今天要介紹一本書 這本雜誌 談書的雜誌 他一定會談的是 比如說 跟書周邊相關的事情 比如一本建築的書 然後他旁邊就會介紹一些建築旅遊啊 好的建築裡面應該搭配什麼家具啊 其實在我看來這本閱讀雜誌 其實就是一個lifestyle雜誌 生活風尚雜誌 加一點閱讀色彩 同樣的他們的音樂雜誌 現在也開始變成強調是音樂生活 就講音樂講的比較少 講搖滾樂迷該穿什麼衣服比較多 就我發現這現在變成 台灣很多的文化產業的一個傾向 就有點像成品本身 它並不是一個書店 它就是一個lifestyle shop 順便賣書 書只是它的一個賣點 就你去成品 成品這麼多年過去一直虧本 它真正開始賺錢 是因為它開始慢慢轉型成為商場 然後你拿一個成品的袋子 你就覺得沾了一點書的氣氛 袋子裡面放的可能一些文具精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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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說就lifestyle這個英文字 到了中文裡面 我們常常就直接一成生活 那所以我們今天所謂生活 變得一個很輕盈的東西 很消費的東西 然後這些概念裡面 我聽到他們在談生活的時候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有時候我寫一些東西 會跟台灣的朋友講 做一些活動 做一些工作的時候 我談政治 請不要誤會 我不是說全台灣人都不想談政治 我知道有些讀者誤會了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台灣年輕人 當然非常投入政治 非常關心政治 有很令人欽佩的行動 但是問題在於 另一方面 與此同時 他們把政治跟生活 隔開掉了 或者說生活 變成一個好像一個 沒有政治的一個範疇 政治從生活裡面出去了 因為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我在工作 或者寫東西的時候 我談一些問題 那麼如果碰到政治 他們就說 他們不是怕敏感 而是說太沉重 然後他們就會補充 能不能生活化一點 請注意這個語言 生活化是什麼意思 不要那麼政治 生活化一點 其實你這句話裡面 就等於把政治跟生活 是對立的 割裂的 然後生活的意思就是應該 然後它用沉重去形容政治 那麼生活相對的 就應該是輕盈的 我想指的只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今天其實整個華文世界 都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一講生活 就是一些很輕盈的東西 以前你讀書 你讀到一本讀書雜誌 不會只告訴你 閱讀生活是什麼 它真的在告訴你 閱讀裡面的生命是什麼 生命跟生 這現在我們流行文化 所講的生活是不一樣的 這種生活是很舒服的 很輕鬆的 是無印良品式的 是窗名寂靜的 玻璃外面就是一片大海 藍天白雲乾乾淨淨 什麼都沒有的 就像無印良品的廣告 生命是什麼 生命是有很多 往往是殘酷的 充滿不信的 充滿挫敗的 充滿羞辱的 而生命是要終結的 人是要死的 這一切都是很沉重的東西 但是現在你在這些 閱讀生活制 音樂生活制 包括戶外 有一本日本 其實這跟日本也有關係 像有一個日本雜誌 叫Go Out 很有名 因為我喜歡爬山我就知道 那那個雜誌 也有國際中文版 它就是介紹很多爬山的東西 但它幾乎從來不跟你講 爬山應該用什麼技巧 上波下波的分別在哪裡 登山障的正確的應用方法 它講的全是 什麼樣的背包 比較酷 什麼樣的褲子 是所謂的 今天香港也可能 台灣講的三系 對不對 三系服裝 是這樣 這就是所謂的登山生活 它重點不在登山 在跟登山有一點關係的那個生活 而那個生活是一種排除掉 剛才我說的 以生命中一切沉重事物之後 剩下來的那個東西 其實它剩下的只是Style 它不是Life 它是Lifestyle 跟Lifestyle是兩樣事 我只是想講這個而已 OK 喂 那我也說普通話 但是我普通話不太好 其實 你講廣東話可以嗎 但是我怕不是會聽到 不要緊 不要緊 你說什麼舒服 你就說什麼了 你講什麼舒服就說什麼話 你說 其實 我已經忘了 我想說什麼 大家都說了很久 但是其實我很想回應 剛才的那個Lifestyle 因為我也有感覺在文學方面的 就是大家現在追求的是一種文藝的 然後我其實有點不喜歡 就是現在內地有很多那種 給青少年郭敬明的那種 然後其實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樣可能是一種大趨勢吧 現在這個社會都是有一種 我們的那些科技 我們的物質生活 都給我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再聯繫起來就是一個虛假的平台 就是我們都在一個 我們希望我們想像的一個生活裡面生活 然後我其實很想回應剛才的 藍智一福先生所說的那個 你所說的那個是 我在想 那個好像是在說無聊 就是覺得我們帶著一種主觀的概念去旅行的話 我們就會很無聊 那我不太知道怎樣表述你的那個觀念 但是我的那個想法是 我跟你的想法有點類似 但是 是 嗯 嗯 真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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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想法是覺得 嗯 就是我們要本來要帶著一個 自身的一個東西 我們才能去比較出一個差異在 但是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帶的話 我們可能就不會覺得 就是剛才你舉的例子是 麵條還有飯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飯的話 我們不知道原來麵條是一種 嗯 嗯 獨特的一個東西在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去旅行 我們帶著我們自身中國的文化去的話 可能我們會發現一些特點 剛才這位先生也說了 是一種我們 可能我們現在需要的一種是 旅行的品味 旅行品味不是我們帶著一個 就是一個預設 就是我覺得 中原樂陽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發現有一個差異 我們就去拒絕這樣的東西 我們反而是覺得 嗯 就是我覺得應該培養的那種旅遊的品味 是你帶著自己的一些 嗯 就是成見吧 可能 貶意說是成見 但是你帶著一些你預設的東西去 然後你發現 有一個不同在 但是如果那個不同 會讓你產生一些問題 就是為什麼它現在變成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趣很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嗯 現在我們 它就是我們整個文化都是很基礎 就是很消費 就是很 很想 剛才就是說 16天就把整個歐洲遊玩了 就感覺就是很快速 很想 把一些精稅的東西吃進去的 那個感覺 欸 我又想起剛才梁先生你說的 就是那個 嗯 就是書展 不是不是 那個書店一走進去 就是想要一本通那種 就是入門的 我們不會再去花時間去研究 自己去用自己的那個 那個去看一些深奧的東西 然後自己去得出一個結論 我們現在就處於這樣的魂話 然後我覺得 旅行還有閱讀 就是 嗯 其實我挺喜歡 書裡面 《七十頁》 嗯 潘小姐說的那句話 我覺得 閱讀是有必要的 她 她是覺得 嗯 那個 我認為那個 就是她裡面是說 我認為歷史其實是一幕幕沒有固定對白 甚至沒有 完全沒有對白的戲劇 絕對會繼續演下去 但是 就是無論我們知道歷史的認識是多還是少 它還是會 發生還是發生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會對那種東西有一種 感知 就是感覺 它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我們 我們可能 就是我們去旅行也是去尋找一種 所謂的意義 但是所謂的意義 如果我們是沒有一個固定的認識的話 就是我們沒有 就是 側眼的去看的話 嗯 可能你會沒有感覺 就是 就是像我想到的就是 就是 我們去歐洲 如果看到我們 對建築沒有認識的話 我們只是從一種很功利 很實用 很 的角度去看 為什麼它要建那麼高的尖頂呢 有什麼意義呢 又花物力 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我們會覺得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 旅行還有閱讀的方面 是需要一個很微妙的那個平等 但是我們 就是剛才那位上升說 品味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看東西那個角度 然後 我都不知道我真的說什麼 我知道 謝謝謝謝 我個人認為 首先第一點 我個人認為 我 不要 我不想用品味來衡量一個東西 因為 這本身就帶有 我個人覺得這本身就帶有文化歧視 你 一個乞丐在全世界到處走 它也是一種旅行 你不能說我們必須要某種 如果一旦講到品味 一定會有人做出來說 這才是品味 那個就不是品味 對不對 一定會這樣的 那麼這樣就造出來 另外一種層面的單調了 對不對 我還是說的 我想表達一個是說 你旅行也好 或者看書也好 實際上你作為一個觀察者出現 然後呢 你不要有預設的分別心 一定會這樣就是 好 那樣的好 但是這不排除 你有選擇你自己的立場 比如說我選擇 什麼東西更適合我 我喜歡它 但 不代表 我這個東西應該是一種品味 那個東西它就不是一種品味 我覺得這樣本身 就是有一點點 說品味這個詞 只是我覺得就是 有一點點文化歧視的概念 憑什麼 哪個人活著他 對不對 品味 哪個人活著 哪個人做任何事情 只要他 真實地 努力地表達他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值得 或者說應該是一種品味 對吧 我 我明白 就是說 實際上我講的就是說 我 不要有預設哪個東西就更好 就是說 因為你給一個空間別人嘛 就是說 多點慈悲心呢 我 對不起我想先回應一下 剛才這位 我們旁邊這個小姐 講得很好 我們 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就是 我們其實是不可能不帶成見的出門旅行 正如我們不可能不帶成見的 什麼叫成見 就是一些已有的觀念 也就是說你不可能是一張白紙來面對世界 嗯 就算你不知道歐洲的 你沒去過歐洲 你去歐洲之前 你不知道那邊的教堂都是堅頂 但是你去了歐洲 你起碼能夠認得出 那些東西 那個有堅頂的東西 它叫一個房子 它叫一個建築物 你怎麼知道它是一個建築物 是因為你對建築物 這種概念已經有一個了解 已經有個認知 你才知道那叫建築物 這叫不叫一種preconception 這當然也是一個preconception 這當然也是 人不可能赤裸裸地去看世界 我們看世界的時候 總是已經有了一些東西在 那是given的 給定的一些東西了 不可能沒有的 然後旅遊的時候 我覺得有趣的其實就像 剛才這位小姐 她講的話說impride就是 我們是在遭遇一些東西 使得我們有機會去發現 自己的那些先見 preconception 比方說 你也許見到有人住在樹上 你見到有人住地洞 但是你還是會有一個概念 覺得這叫房子 然後你這時候就可以反省自己 對於房屋的習慣跟概念 在這個反省之中 你才認識到 種種建築跟房屋設計 他的特點 他所處的這個歷史跟文化的脈絡 是什麼 而品味其實也是一樣 我覺得儘管 我很同意我們不要隨便拿品味來說事 但是這也是無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您說我們一個人 只要能夠直接地表達自己就好 但是人不可能直接地表達自己 人的任何表達都也是在一定的文化 吸塵之中才獲得的 而這個吸塵的過程裡面 也就包含了一種品味的教育 比如說 為什麼有人堅持就是只玩高爾夫球 有人覺得高爾夫球不夠高檔 現在我聽說大陸開始頂級的富豪 開始覺得打高爾夫球不入流 我真的聽過他們這麼講 玩高爾夫多次啊 那玩什麼呢 馬球 Polo 所以現在開始多了一些馬球場出來 還不算太多 但開始有了 運動裡面也是有品味之分的 對不對 足球是最籃領的 是最普羅大眾的東西 網球高級一點 高爾夫球更高級一點 馬球最高級 如果想求的話 那麼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任何東西都離不開品味 就品味的判斷無處不在 但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是不是講品味就會說 好像要把人家分成高低 為什麼呢 因為人人都很平等的在 為人人定高低 在品味上 比如說 在英國 他這種階級比較分明的社會裡面 喜歡足球的人 他們會很堅持某種的足球上的文化品味 例如說我自己就是英國 英超的阿森納的球迷 阿森納向來是一支非常工人階級的球隊 他的球迷應該都是認同某種工人階級文化的人 所以他們最鐵桿的球迷會 他們穿的鞋一定要是Doctor Martin 因為那是過去工人們穿的鞋 而且鞋面要像鐵片 因為那是過去防止礦坑下陷的時候 砸到自己腳 那麼 在他們看來 你一個人 居然大男人跑去打高爾夫 他們會覺得 那是很沒品味的事 所以你不需要替他們擔心 說打高爾夫的人會不會覺得他們沒品味 他們反過來覺得打高爾夫的人很娘炮 太娘們了 打什麼高爾夫 大男人呢 踢球 還打高爾夫 那球太小了 對不對 那帥個球嗎 所以 所以 你要了解就是 我們不需要用擔心品味會不會造成文化歧視 因為本來人人都在用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是無處不在的 應該有問題的 反而是每個階層 都想把自己的品味 界定為一個社會的主導品味 在這個裡面 產生一個爭奪的過程 但這個爭奪過程是可以升降的 就比如說我們說吃飯 以前 真正貴族吃飯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大家看過英國電視劇 唐頓莊園 美國電視劇 唐頓莊園就知道 貴族吃飯 莊園裡面吃飯 講究的是什麼 是Butler 跟整個team的人送菜上來的時候 他是一個一個傳過去的 一個人自己咬的 但是我們現在覺得 如果你在一個真正貴族家裡面吃飯 他居然是上來一人一盘 已經都擺好很漂亮 再漂亮都好 擺上來 那就不入檔吃 那叫做 Restaurant Service 那不是一個正確的Mansion Service 正確的Mansion Service 是一船的 那麼 OK 但是問題是 這是一個屬於貴族式的品味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代人 反而說不定很多人會覺得 這才不叫品味呢 為什麼 因為法國大革命之後 美食上面是中產階級的品味興起 中產階級的品味是認為 擺盤是很重要的事 你如果這麼拿上來我自己serve 那哪有擺盤可言呢 就Presentation 是不是 所以你很明顯看到這是 有品味的高低升降的爭奪在裡面 我們等一下再談 你剛剛說到 我剛剛就是想回應一下 剛剛他們所講的那個品味 我覺得品味如果一個高低的話 沒有辦法去怎樣衡量 因為比如說你去旅行 那你不能說你花十幾萬去七天遊 那你住的地方好 吃的地方好 或者是說交通方便 這些就是比較高端的 就是好的品味 那如果我選擇 徒步行或者是說 像背包客那樣窮游 或者是說比較喜歡住那種 靠近田園生活的那種生活方式 就是低品味 沒有的 因為這種品味的東西我覺得 因人而異各取所需 哪一種方式適合我自己 我自己快樂 那麼這就是好的 旅行也一樣 你要不要帶著觀念 要不要先看完書 先去了解完這個地方再去 那我看因人而異 如果你看 你自己本身覺得你看 先了解完之後再去 你能獲得更多 你會更快樂 那麼你就這樣去做 那如果你覺得看完這堆書 你很痛苦 你也不想帶著成建去 這樣不快樂 那你就不要去看 我覺得這是因人而異各取所需的一件事情 因為旅行的意義在於 你出去之後 能夠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OK了 你想要去只是輕鬆一下 那就輕鬆一下 我想出去 這樣要找到一些文化衝擊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其他收穫 那麼可能你得付出的就是更多了 這個也是一種旅行的一種不同的方式 另外呢你如果 如果有先做功課去了解一個地方 特別是去中國的一些古城 特別北京也好啊 其他地方古城你去Google 如果你了解去到那裡 真的有些地方 你沒聽過 他不知道他不了解這個建築 甚至去敦煌看其他地方 就是有文化古蹟這些地方 你不了解 那麼你去了可能就是看到一座房子 他玩照片就走 但是你如果有了解的話 比如說像那些古建築 上面的仙人走壽啊 它這個建築它的等級 其實都有跟歷史有淵源的這些 如果你了解了 那麼你去到那裡 看到這些 會跟你狼海裡的那些 那些歷史那些知識點 可能就會有一個回應 那麼你就會 可能給你 反饋給你的這種感受 會更加強烈一些 那麼你可能對這些 學習到的東西 又跟沒有 又不知道這些東西的一個 經驗又不一樣了 就是它反饋 跟你的思想的這種撞擊 就不一樣了 謝謝 OK 有沒有其他朋友 是 大長你好 我看這本書 看到一些非常矛盾 也非常令我感到無力的地方 比如說書店老闆 一直在堅持做三樓書店的老闆 她是等到她那間書店做不下去了 才有機會去歐洲旅遊 比如說有一個妻子聽到她老公 在歐洲大談香港的歷史 香港的政治 然後她就很奇怪地問她 為什麼你在平日跟我生活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聊香港的 現在政治以前的歷史 然後她老公這樣回答說 我平常那麼忙著去生活 那麼忙著去賺錢 我哪有時間 然後還有提到說 香港人哪怕是特首都非常的平庸 她的理想只是做好這一份工 她是一個特首 她把這句話直接的說出來 我只不夠打粉弓 走給你粉弓 這種感覺 還有一些地方 她會提到 有個問題就提出來 怎麼樣才可以擺脫 香港人的這種老人精 粵語說的 做個敢於說出 黃帝心衣真相的小孩 然後書裡給出的答案是 其實很簡單 用心聽聽我們香港年輕人的心聲 就可以了 可是我覺得要聽香港人的心聲 要聽香港年輕人的心聲 也很難 特別是她後面提到 要珍惜自己的年輕人 但是她好像是在自我反駁 她也沒有很珍惜自己的年輕人 香港的很多年輕有想法 有創作慾望的年輕人 是只能租一個工廠的廠房 在那裡搞創作 那很快那個老區又要被活化 然後又待不下去了 所以我經常會讀到這些矛盾 跟痛苦跟掙扎 比如說她還提到香港書長 然後就會有提 除了厭食症 我們香港人還有厭讀症 就討厭讀書 厭讀症 兩者都令人消瘦 然後她馬上又提到 以前歐洲文藝復興的時候 是如果不讀書便不會重新發現 人本主義 意大利便不會出現文藝復興 因為前幾天我恰好又聽了 香港書長那個講座 關於文藝復興的 那文藝復興講了很多很多 原來我沒有聽到說 要重新去讀書 或者說這個價值在現在很多 搞創作也好 搞其他的領域的人也好 沒有很重視讀書 還有最後一個 我看起來覺得很震驚 或者說有點難的事情 就是她的一個觀點 她說中國社會沒有奴隸 那是因為小農經濟的格局使然 中國沒有奴隸 也沒有自由的人 這句話令我覺得非常的痛苦 為什麼 我想你明白 OK 我覺得我很高興你剛剛提出 這個連串書本裡面涉及到的事情 我覺得 對香港的年輕人的處境是非常非常困難 我們有很多年輕人有很多想法 對社會有很多看法 他們看的東西想的東西 其實已經超出過前幾代的人的範圍 範圍意思就是說他觀設的範圍 觀設的議題的內涵不一樣 以前的香港人我常常開玩笑 我記得20年前我寫一個東西 我說香港為什麼不會發展出社區意識 比如有些社區很不好 為什麼沒什麼變化 就大家老百姓不好 結合起來把我們這社區搞好 那是因為香港的想法很簡單 如果我住在 以前我住在黃大仙 我覺得黃大仙不是很好 那怎麼辦 我就想辦法搬 我不是要把這個地方搞好 我是搬 比如說我搬到梅孚山群 這好地 梅孚山群不夠好 就等下香港出現九七問題的時候 想的不是 有些人想的就不是 我怎麼樣把香港弄好 而是我怎麼樣跑到另一個地方 把那個地方弄得像香港 但是新一代年輕人不太一樣 他們更關心的是一些 有時候一些immaterial的東西 他可能會關心正義問題 而那些東西跟他本來無關的 比如說一群年輕人跑到新界東北 在那邊住了下來 但那個地方跟他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什麼關係 是要搬他家嗎 不是 這是為什麼當初政府在處理 這幾個拆遷事件 保育事件裡面最頭疼的地方 因為以前重來政府也好 市區重建單位也好 比如說喜鐵街 立東街那種情況 他要處理的就是這個街坊居民 而傳統的處理辦法就是 我們開個架吧 你能接受你就走 對不對 就無非一切都是市場交易 但今天忽然來了一批人 跟這些居民老百姓說 這不是價錢的問題 這是集體記憶的問題 這是社區情感的問題 這是公不公正的問題 因為拿了你的房子 然後你就算給了你價錢 你要搬出去 這個地方居然蓋豪宅 讓更 讓更多人接近不了市中 就是不正義的 那麼這些人跑來幹嘛的 這是過去的我們上幾代的香港精英 無法理解的一種情況 所以也不知道怎麼應對 OK 那麼接下來你說到的很多的困惑 我想最後就講這本書裡面 關於中國的部分 那這裡面我們看到就是 幾乎所有發言的人 都對中國是有很猛烈的抨擊的 包括另一位陳先生 他的角色很有趣 他是香港的 他的在書裡面的角色 是香港的一個中國國情教育中心 那麼在香港 凡是掛名做這種中心的 都是會被一般人 因為叫親中派 體制派 那麼通常都是拿著一些很不錯的一些的基金 然後在香港推動國情教育 到香港年前多加認識祖國 然後我們 我們一下邏輯就是認識多了 交流多了 就隔閡就少了 然後你就可能會更愛國 可是這位陳先生在書裡面 平常因為在旅行之中 就像我剛才講 處於一個非日常狀態 所以他反而露出了他的另一面 他不斷強調就是 我們旅行就是出來 把在香港平常的面具摘掉 或者說戴上了另一具面具 而這時候他就說了很多話 那些話都很不符合他作為 國情中心教育主任的話 他對中國有大量的批評 對癌症村艾滋村 然後談到六四 談到劉曉波等等等等 他都憤慨不已 那麼但是問題是回到香港 他繼續要做國情教育 那麼我自己覺得 這樣的一個處理 是有點簡單化了 我不認為香港的所謂的 因為這本書 他這個角色其實體現出 香港某些人對於 所謂的親中人士的一些的印象 就覺得他們心裏面 其實對國家都肯定有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表面上都是愛國愛港等等等等 我認識的親中派並不是這樣 他們很多人是相當認真的在親中 或者說他是會 一定要經過一個自我的調整 他不可能是像這樣子表現出來的 那第二接下來您剛才說的痛苦 就說比如說這裡面書裡面提到 像中國不需要努力 是因為中國有小農經濟 他們已經是順民了 這句話在這本書裡面相當典型 出現過好幾次類似的意思 比如說談到歐洲的封建制度很晚才結束 我們知道中國我們既然過去 新中國史上 就共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喜歡把過去的時代都叫封建 其實我們這不是一個學術上嚴格的講法 中國的封建早就結束了 就從最早應該是秦始皇開始 我們沒有學術意義上的封建制度 那麼 現在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 對於中國的種種的批判 分析它的批判很全面 從中國的音樂不好 就因為沒有低音樂器 也看得出是種王權意識 是全方位的 包括中國的戲劇不偉大 小說沒什麼了不起等等等等 我覺得 也許很多朋友看了會覺得這太反華了這本書 那裡面的言論都很像陶傑式的那種反華言論 中國人的小農DNA搞到我們什麼都不行 但是有趣的是這幾個書中的角色是知識分子 而且你看到他們談的時候 他們並不是對中國一無所知的 他們引進句點的 說話有根有句 可是我想指出的是什麼 這本書裡面一直提倡一個觀點就是 香港要繼續保持香港 必須應該更加認識西方 我覺得很對 就因為其實香港從來都在殖民地的歷史裡面 我們並沒有很好的認識所謂的殖民文化是什麼 比如說我常常講說香港人其實一點都不懂 我那一代香港人起碼 就最後幾代受殖民地教育的人 其實我大部分農學都不知道英國史 我跟他們談起來 William the Conquer 是誰他們不知道 Tudo 是要在看電視劇之後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們對西方其實沒什麼認識 對中國也一樣沒什麼認識 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講法 但反過來講我就要小心一點 香港人今天對中國的認識 就像這本書裡面這個態度 我剛才一直沒進入這部分 因為大家沒談到我們也沒時間 其實這部分相當重要 就是所謂中西文化的比較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對於中國文化的認識 我不太贊成的地方 是我覺得它是 它很多批評不是說你不能罵中國 不能批評中國你當然可以 你不是說不能罵當然可以狠狠 而是問題是在於我這本書有一種 A historical的態度 它把中國停滯化了 我覺得這是很常見的一種 今天香港主流甚至知識界裡面 都常有那種想法 一談中國你看他引的例子都是 這邊談一談唐朝 然後就跳到清朝 再跳到清朝 全部打混掉 那麼這種打混然後總結出一個原理 當然是很多史學家習慣做的 包括我們講歐洲也是 喜歡用幾條主線貫穿 好像任何的歷史後面都有一些 基本的DNA在 但是我請大家注意的是 中國並不是真正的一個停滯帝國 它的變化非常複雜 它看起來好像一直沒變 但這是一個我們一直以來的一個印象 我覺得包括甚至包括我們中國人 不要說香港一些 對中國很多批評的知識分子 就連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會有這種錯覺 因為今天我們的中國教育 我們講的這種大一統 不只是空間的還是時間的 我們總以為我們從古至今有很多東西不變了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時間混亂 我們變得太厲害了在中國 中國怎麼會沒變過 中國一直在變 而當你把一個historical的perspective 帶進這本書的討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裡面很多討論是有問題的 比如說 他談到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 全是世代富階層 世代富階層是依附於這樣的王朝體系的 這個講法很明顯就是有缺陷的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世代富階層 雖然是依附於王朝體系的部分 他是官僚階層 同時就是 但是同時 他也還有一個道統 在王統之外的道統 那道統當然很多時候只是理想 但是他也有實現的時候 比如說最明顯就是宋朝 就有趣是他在提到 蘇氏被貶官的時候 但是他沒同時提起到 宋朝的時候是宰相權力最大的時候 是皇帝與宰相共治天下的時候 那個時候正是知識分子群體 以道統來制約王朝力量的很重要的一個基礎之一 又比如說 有一些是完全是一些比較過時的歷史判斷 比如說對正和下西洋 我們今天很主流的講法 就是說中國人很早掌握了很多東西 但是當年沒有好好利用 我們只是想著表面的威風 比如說有火要不會做導彈 正和下了西洋世界最大的艦隊 但是沒搞知名 那當然也可以說我們愛好和平 這個自古以來就愛好和平 可是問題是正和下西洋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愚蠢到 就是為了宣揚國威 就花那麼多的錢出去欺騰 那這樣講的話 我們就把古人看得太笨了 事實上正和下西洋 是有很複雜的經濟跟政治的利益在裡面 並不是我們所以為的那麼簡單 純粹是宣揚國威 正和下西洋花了很多的錢 但正和下西洋 維持的那套東亞海域的秩序 使得明朝能夠確保很多 白銀貿易上面重要的通道 而白銀是明朝最重要的一個輸入品 進口的產品 沒有白銀中國經濟會撐不下去的 而我們的白銀全是外面進口的 那麼所以並不是那麼簡單 這只是旅遊之一 所以我建議就是 當然我們看這本是看到中西文化比較 但是也要很小心再去想想 比較是什麼 就我覺得我們旅遊的時候 看書的時候常常有很多比較 但比較立刻就出現 我們通常講比較 我們會有個假設 假設的就是要比較兩樣東西 首先要兩樣東西存在 但是有時候請注意 正是在比較之中 我們使得被比較的兩樣東西 變得更絕對化了 好像它真的是個東西 好像它真的是個很完整很固定的東西 也就是說我想跟大家建議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思考方法 也許你聽下來會覺得很古怪 並不是因為有兩個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做比較 而是在比較之中 才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東西 有時候會是這樣的 我已經工作人員催促我們很多次 我一家人就要做 我還要搭飛機 所以我就今天先做了 所以今天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其實 本來我希望跟大家多些 聊聊一本書裡面 相關的東西 但是anyway 不要緊 我們都有一個討論 希望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剛才我們談的東西 然後 書展這段 大家可能找到好書 以後大家花時間看書 多謝大家 本書 在這個時候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